從民國38年開始 國軍官兵陸續隨同政府簽台 之後受到年齡的限制也都陸續的退休 為了妥善照顧退除役官兵後續的生活 先總統講公特別在民國43年的時候 此次成立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同時也明確的此次第一任的主任委員 嚴家幹先生 妥善的照顧國軍退除役官兵 不僅僅是法律責任的問題 更是良心道德的問題 長期以來我們輔導會也秉持這個原則 持續照顧我們國軍退除役官兵 憲總統講公不僅是國民革命軍之父 更是我們廣大榮民的精神之助 我們也希望能夠保存這樣一個紀念性的指標 讓我們全體的農民能夠凝聚 向心 團結 共同效忠國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